这个男孩爱上了自己的母亲,苦心追求之下,母亲却丢下孩子远走他乡,这其中的隐情令人唏嘘。 火车在灰暗的天气中鸣笛,即将驶向远方,这个消瘦的长发女人一手提着行李箱,一手拎着布袋,匆匆忙忙地登上了火车。 火车的尾巴已经消失在了远方,轨道旁的人们也都开始有序地工作,离别的阴郁气息还是久处不散。 一个小男孩在轨道旁边来回踱步,他是来送人的,却不敢让对方发现,只能呆呆地望着火车离开。 十年前,乡下的一个小村庄里,女孩发现自己怀了身孕,而自己仅仅是个初中生。 在那个年代,思想还没有那么开放,未婚先孕是不被接受的,更何况事情发生在偏远的山村里,女孩又是那么的稚嫩,人们的碎嘴杂舌会将事情更加放肆地渲染。 要知道,摧毁一个人是多么容易的事,有时候只是简单的几句闲言碎语,造成的伤害堪比刀枪火箭。 面对如此突然的事件,小云感到恐慌,她躺进林子里的溪水中,闭着眼睛享受着一刻的宁静。 清凉的水流缓缓经过她的身体,覆盖她青涩的脸庞,仿佛只有这样,她才能恢复清醒。 中学时期,小纸条的传递总是尤其流行。 小云将这个消息以小纸条的形式告知男孩。 这张小纸条承载的不仅是消息,更是两个孩子未来的方向。 孩子终究是孩子,在外面遇到困难了,总是想寻求大人的帮助。 男孩决定告诉姐姐,而姐姐是医院的工作人员,方便处理这一类事情。 三人在男孩的家里坐着,小云靠着墙脚,低着头不敢说话,双手死死地抓住自己斜胯包。 男孩坐在姐姐身边,同样低着头不敢说话,但也没忘偷偷观察小云的情绪。 姐姐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,狠狠地瞪着男孩。 她将男孩一脚踹在地上,又推了男孩一掌。 男孩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,也不敢反抗。 长辈总是疼爱自己的晚辈,几百年来一向如此。 姐姐虽然生气,但还是不得不承担责任。 她询问小云的情况,语气温和,不带有任何责怪的语气,既然已成事实,也只能接受。 考虑到两个孩子的名声,姐姐决定在家中为小云安排手术。 然而只并没能够包住火苗。 一次舞蹈表演中,小云在换衣服的时候,被后台老师看见了凸起的肚子。 火苗快速埋延至整个村庄。 学校通告二人,身为初中生行为不端,作风败坏。 严重违反中小学生守则,并给予退学处理。 小云的母亲为此怒不可遏,她不满小云的作为。 鸡毛歹子一下又一下地落在小云身上。 两人在这间简陋的小屋中,你追我让。 桌上的鱼缸被撞翻在地。 鱼缸里的金红色小鱼落在地上,翻腾了两下便不再动了。 似乎对周围感到了绝望。 屋子里的氛围由喧闹变为死寂。 只有小云妈妈难以抑制地哭声,可怜天下父母心。 即便孩子捅了天大的窟窿,为人父母还是要为他补上。 男孩在姐姐的安排下离开了这个小村庄。 男孩觉得这是一个是非之地。 男孩与女孩告别,让他放心,手术安全。 而这边,小云的母亲则是和一对夫妻谈论孩子的送养问题。 母亲觉得这个孩子的出事会毁了女儿的清育。 她不能让自己孩子的一生就这样被毁掉。 母亲身为人民教师,哪里干得出买卖孩子的事。 她选择将孩子送给这对夫妻。 两家人在餐桌上达成谈判。 孩子出生那天,母亲趁小云昏迷,托人将孩子送走。 对小云谎称孩子断气了。 小云来到家门的湖边,痴痴地望着湖面,不知道想些什么。 或许是在悲伤孩子的离去,也或许是对未来的迷茫。 时间来到十年后,一个穿着戏服的女人在观众的起哄下唱起来流行歌曲。 她心里咒骂一声,便快速转化状态。 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服,却唱着流行歌曲,实在戏虐。 而这个女人正是当年的小云,小云成了小镇戏班里的著唱歌手,荒唐的事不止这一件。 小云在洗澡时竟被一个小男孩偷窥,被小云发现后想要逃跑,被小云一把抓住。 小云认得这个小男孩,这个小男孩叫小勇,曾经被母亲带到家里补作业,有过一面之缘。 小勇刚刚在班里捡了个小女孩的衣服被罚,现在竟然偷看女人洗澡,被抓个现行。 她害怕再次被罚,便祈求小云不要告知老师。 小云知道她说的老师正是自己的母亲,她被小勇逗得哈哈大笑,便让她清洗干净弄脏的衣服,就放她走。 这天,小勇和其中一个男孩来到歌舞厅,小云在舞台上表演。 不知怎的,小勇却看吃了。 表演结束后,他们来到后台想要看看小云在做什么。 却被小云打发去买兔头。 买了兔头的两个小男孩,纷纷向小云展示自己的武艺。 比如倒立,小勇剑比不过,便调侃小伙伴是假洋派。 说说笑笑中,小云无意间说出自己喜欢吃鱼。 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她掂量着小云要吃鱼的事。 第二天,抽掉自己母亲用来打毛线的长针,在西边的石头上削尖,做成鱼叉的工具。 晚上裤腿,赤脚在溪流里找鱼。 无奈力气太小,鱼总是顺利逃脱。 鱼虽然插不到,但不能放弃向小云献殷勤。 她看到有人将捕到的鱼放到旁边的鱼筐里,趁鱼筐的主人不注意,拿起鱼就跑。 她跑去小云住的地方敲了敲门,把鱼放下,便跑开了。 小云开门的时候,四处张望却没有看到人,看到地上放着的两条鱼,便知道是小勇送来的。 这让小云心生欢喜,不知道为什么,她总是感觉和这个小男孩有一种特别的想要亲近的感觉。 小云把她当作弟弟看待,小云也知道小勇对她产生了不同于亲情的感情,是那种类似于男女之间的情爱。 但是小云并不排斥,她把小勇当成弟弟看待,虽然总有姐姐调侃她与小勇的关系,但她总是竭力保护小勇的纯真。 小勇虽然称小云为云姐,心中却将小云当作了梦中情人一样爱护。 数次,在小云遭受外界议论的时候,小勇站出来反击,她不允许有人侮辱自己的云姐。 她与同龄人扭打在一起,在人群中大声还击。 小孩子不懂得社会的评判,只能靠声音的大笑获得一时的胜利。 大人们也只认为她调皮,他们就这样在舆论的夹缝中生活。 生活是不能推测的,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。 这天演出时,突然冲出来一群妇女对小云大打出手。 他们将小云按在地上,用手掐用嘴咬,嘴里还不停地咒骂。 他们骂小云勾引男人,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狐狸精。 原来小云一直跟一个有父之父在一起,他们总是偷偷摸摸地在一起。 小云为此受尽了侮辱,以至于她被流氓骚扰,反抗时却遭讽刺。 浪荡的人总是觉得别人和他们是一样的人,他们觉得小云和他们一样不堪,甚至更甚。 小云每次和男人谈起,想要光明正大的,大大方方地和他在一起。 得到的永远是渣男语路。 你知道我爱的是你,不是他。 离婚需要时间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。 小云被打之后,绝望地走下舞台,眼神里满满的都是失望,甚至没有心思整理被扯开的衣服。 周围的人群依旧指指点点,小云却不在意,仿佛已经习惯了人们的闲言碎语。 与此同时,小云的母亲与当时送养孩子的家人在谈话。 谈话中得知,当年那个孩子并没有到达那家人的手上,而是被接生的护士转手送给了其他人。 而接生的护士正是小勇现在的母亲,也是小云当年男友的姐姐。 小云母亲思绪万千,迈着沉重的步伐,走到小勇家门前。 她有太多的疑问了,那个孩子现在在哪儿,是否还活着,过得好不好,该如何向女儿交代? 她需要一个答案。 怀着这些疑问,她敲开门,想问个清楚。 但小勇的妈妈不在家,小勇请老师进来家中坐。 她像一个小大人一样,向老师讲述家里的一切。 她向老师展示家里的相片,并一一介绍照片的来源。 介绍到一张小勇一周年的纪念照时,老师看到小勇的出生日期,正是多年前女儿分娩的那一天,突然就明白了。 眼前的这个小男孩正是自己的外孙。 母亲得知真相后,匆匆将小云换回家。 她向小云诉说自己的孤独,这位坚强的母亲终于流下了委屈的泪水。 而小云深信自己的孩子已经离开世间。 她不愿意接受母亲所说的事实,也不愿意接受母亲将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的要求。 贸然将孩子接回,不仅会在小镇引起一场血雨腥风,对幼小的孩子造成的创伤也是无法弥补的。 她不想打破小勇现在平静的生活。 小云知道是时候来到小勇家门口,却没有敲门,公身在门口偷偷看着小勇。 小勇正在剁尖椒,尖椒的汁水溅进眼睛里,一阵刺痛感来袭。 她喊来母亲帮她清洗,母子二人嬉戏吵闹。 门口的小云好似看到了自己与小勇玩乐,脸上不自觉地扬起了笑脸。 此后,小云对小勇避而不见,小勇几次寻找无果,很是打击。 她像成年人失恋一般受挫,她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。 此时,小云的先任男友也和前妻结束了纠缠。 她和小云举办了婚礼,这二人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果。 婚礼上,在众人哄笑着这对新婚夫妇,小勇也跑来了。 她揉了揉眼睛,手足无措地看着小云。 小云注意到小勇的注视,顿时也没有了心情应付邻里的嬉闹。 她不自觉地收起了脸上的笑脸。 骚扰小云的流氓在婚礼上再次展现猥琐的嘴脸。 她不分时间,不分地点,再次对小云动手动脚。 这一幕被一旁的小勇看到,她偷偷喊来新郎。 在一番纠缠下,小勇和流氓扭坐一团。 小云拿着摔碎的酒瓶刺向流氓。 这样的刑事案件必然要遭到警察的调查。 他们被带进警局。 男友替小云承担了责任,在警局拘留了七天。 这次意外也让小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。 一番考虑下,她决定取消婚礼,离开这个小镇。 人们总是想通过环境的改变,拯救自己悲惨的生活。 只是改变环境,真的能让自己走出黑暗,重新开始吗? 我们不得而知。 小云来到小勇家里和姐姐告别。 当年姐姐抱走刚出生的小勇,回到自己丈夫的家中,谎称是自己生下的孩子。 丈夫却怀疑小勇是姐姐和别人的私生子,和姐姐离了婚。 凭空出现的一个孩子,任谁都接受不了。 自此,姐姐回到小镇,她可怜这个幼小的孩子,不愿将孩子的身世戳破,想要这个孩子可以相对平静地生活,不被大众议论。 毕竟,孩子的出事和自己的弟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,她想要替弟弟担起来。 小云向姐姐表示感谢,她非常感谢姐姐给儿子一个光明正大,被大众接受的身份。 她向姐姐表明,自己会离开小镇。 这话被小勇听到,她跑到湖边被小云拦住。 小云这时才像一个母亲,她嘱咐小勇好好生活,并没有告诉自己是她亲生母亲的事实。 她已经心满意足,自己能和儿子有一段这样美好的回忆。 小云最后一个告别的人是母亲,母亲总是对她很严肃。 她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约束小云,让小云顺利地长大,结婚生子。 但事与愿违,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越发僵持,而小云也选错了许多路,一步错步步错。 小云被这个小镇弄得满是伤痕,无奈选择离开。 只是可怜这位母亲操劳半生,却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 假如当年没有选择将孩子送走,他们的生活该是怎样的呢? 小云离开时没有一个人送她,她一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,匆匆地登上了火车。 生活就是这样,充满了戏剧化的演变。 当我们即将老去,回首一生,也许会有很多遗憾。 例如小云的母亲会后悔送养了孩子。 例如小云会怀念那段和儿子嬉闹的时光。 例如姐姐没能和心上人走到最后,但无论如何,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 我们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 这部电影的名字是《红颜》,小云很漂亮,但自古红颜多薄命。 在那个社会对女性的恶意太大,对女性的禁锢太多。 舆论的重伤让小云半生都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下。 影片最后,小云告别了自己的亲人,独自登上了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。 火车的终点是美好的花园还是黑暗的深渊呢?